陳奕迅自爆初出道時 試過遲大到 足足遲了兩小時 郭富城太太被傳懷有第二胎 晨醒回應說無可奉告 杜德偉和楊千華合作開場 總彩排的時候 為寶貝仔唱生日歌慶生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光良本本在今個月 會在美嘉舉行巡迴演唱會 不過突然取消了 有消息說由於主辦方拖欠酬怒 並違反了雙方早前簽訂的合約 所以光良也表示 非常遺憾,不可以開場表演 不過也很期待 快點去到當地跟粉絲見面吧 陳奕迅今天為中標展覽 揭幕活動擔任嘉賓 更分享最深刻一次的遲到經歷 最不知那時是剛入行時 那時幸好沒甚麼人認識 那時是新人,即是未有歌曲 所以不用敬途新人獎或歌曲獎 我坐在很厚,沒有人覺得 但那天遲了兩小時 總之本來有四時 公司很好,出席這場合 也要化妝、整頭 那天變成我沒有 因為我遲了兩小時,六時才出現 不知道七時便開場表演 那便寧願不化妝 反正也沒有人看到 Eason將會在月尾 跟The Duo Band 在中環摩天輪下的胸地 舉行慈善音樂會 他透露最近在考慮 不如預先跟大家分享歌單吧 預知有個… 可以重溫一下歌曲 有些我會唱的,我會唱的 那些歌曲是跟新歌組合的拍檔 即是那些歌曲 所以甚至有別人的歌曲 我想問是否應該透露給大家 讓他們比較熟悉 來到後便覺得… 好像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 看到近日網上出現一個 以Eason作招來的研究展 不只公開向歌迷收集珍藏品 還設預先訂票 不少粉絲也誤會 這個活動跟音樂會有關 Eason的經理人公司 日前已發聲明澄清 Eason這天也有就事件作出回應 其實我想你問人借東西的同事 是應該先問人 即是無論你的出發點是借一種分享 你每件事都學會 即是今次知道原來不可以這樣 你問一次要知道 即是你可能做一個展覽或分享 你也要先問人 不是你說我幫你宣傳 不是你幫人宣傳就能用 是你也是一個合作 所以如果有人用任何藝人的名字 你也應該先問藝人 或者先問那個品牌 才再… 才再舉辦 這些程序是要做的 做了才可以舉辦任何活動 為何要做 郭富城太太方緣 最近有傳托第二胎 甚至早前投票出體 衝上都被指是闢謠 這天誠聖和高折 導演John文強在台灣宣傳新片時 也有為傳聞作出回應 我已經說了 其實我覺得在我自己本身 就是我喜歡小朋友 就是… 所有都是天安排的事情 但現在我覺得暫時還是無可奉告 也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對我家庭的關注 以後有更多好的消息 一定會跟大家吹哨 說回這次電影 晨聖和周潤發 高折都有對手戲 而最難忘的就是三個人 在泰國拍的一場爆破戲 說完這段對白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一個 非常劇烈的爆炸 其實那個時候 我告訴大家都是非常怕的 真是在現場裡面 我都怕了 是真的怕 為什麼怕 是因為你不知道 那個炸彈有多大的威力 反正長到 他們又這邊很嚴謹的 這樣檢查所有的東西 然後我的擔心就會說 會不會把它炸出去 然後飛到上面去 然後粉身碎骨的那種 但是發哥更危險 發哥給我站得更淺 更靠近那個炸彈 所以發哥都不害怕 我們害怕什麼 拍吧 楊千華和杜德偉 這晚舉行音樂會 好友蘇永康、方力申 和Alex的哥哥 杜德哲都有到場之詞 兩位難得合作開場 努力演出令歌迷非常興奮 對,對… 烹煙已經是很興奮 在拍攝前 在拍攝前 那天空間 他曾經釋放得更厲害 可以去錄影 但動作是絕食 拐煙 我還飛去巴黎 說也不相信 你說今晚有衣服吧 說也不相信 在總彩排時 Alex的寶貝仔AJ也有來捧場 適逢當日是兒子的兩歲生日 這位24號爸爸 還唱了一首生日歌給他聽 我在台上正在唱 《愛爾變了者世界襯衣》 我中間加了一句 祝你生日快樂 很甜蜜 對 他第一次去到一個演唱會的唱館 就是看他爸爸的演唱會 那他反應了嗎 對 然後我唱歌 他很認真地看著台上 我看到他很認真地看著台上 我知道的 對 然後唱完之後,他就… 很可愛 很可愛 他很可愛 近日有報導說 賢成玉在台灣的住所 有人擅自闖入 而這個人更是他的前助手 原因是想知道他的近況感 其後,賢成玉委託他的媽媽 向這個人提告 其實賢成玉近年經常 都四處飛去工作 經常都不在家 可能要加強保安 岑樂儀、陳如希 新加坡演員陳永江 一起齊齊拍攝劇集 已讀不回 阿妹和Hailey演出爭執的氣氛 當然要做足準備 我們今天因為有很多動作場面 所以我們要帶這些… 平時帶空箭的… 對 我沒有 真材實要 但今天要保護美容骨、手肘 腰… 所以就熱上加熱 我有幾次我真的能打到他 因為他叫我別遷就 但我很害怕打到他 而且有時候打到手肘 或手臂的位置 打不中 一下子就上了他的臉 我覺得他有心 公布施首 公布施首,別不知道 然後阿妹和陳永江 更加有一場墮扭戲 令他非常擔心 這裡八樓、六樓 我也不知道多少個 總之看上去就害怕 好的 而且我剛才看到樓下的床墊 是一塊床墊 下面全部都是紙皮箱 紙皮箱 是否真的安全 所以他現在很害怕 有不少拍攝經驗的Desmond 似乎定當多了 那有否提示聰明拍檔 我剛才說肯定會痛 因為我們會戴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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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跟皮膚有些接觸 所以他會磨傷 所以明天走路時 大家都會有點這樣 張子林在網絡劇集 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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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 做甚麼 做甚麼 Edmond已經有十多年沒有拍電視劇 而且有機會跟相識多年的好友 Chillam合作也非常開心 只不過Edmond本來很期待大家的對手戲 但到拍攝時,就不是他想的樣子 一起拍戲,很棒 第一天開工,他就來了,一起拍照 拍照後,從來都沒有拍照 我們只有一場戲 是嗎 只有一場戲,還沒有對白 大家看著看 你有對白,我沒有對白 我看著看,所以如果再有機會 一定要一起玩 另外,Chillam早前一家人 去了非洲旅行,拍了不少漂亮照片 而有網民留意到魔童很瘦 Chillam也表示很無奈 我覺得很麻煩,有時小朋友說胖 我們就說很危險,要減肥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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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大後就會有肉地 對 而且發育時期就會來了 所以不用擔心 在記者會上,Fiona突然不小心 在台上跌倒 她說笑話,這麼尷尬的場面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試過有一年 出道後不久 摔上漆漆的台 直到去紅館,Y的表演 我試過飛高山鞋,因為摔下 然後梁炳和湘瑩康 都要每人收拾我的高山鞋給我 直到今天,我這個劇劇的 我又摔下,也不是最尷尬 但我無法起床才是最尷尬的 因為我不斷想起床的時候 Toby不斷扶著我 但那個角度和Chi 一左一右,又不太適合 然後五秒鐘好像過了半年 Fiona和Toby拍完劇後 就跟泰國變性演員Poi成為好友 Poi來到香港 還跟她預先慶祝生日 可惜Toby就無法參加 本來她昨晚跟我一起慶祝 和阿Fee 但我昨天有事做不來 所以跟她慶祝不來 我現在看到今天 對,但她要走了,她趕時間 她今晚…今晚飛機 這晚林二汶在麥花省場館開展 抱有何韻思和父母 岑寧儀,許廷鏗也有捧場 二汶新穿白衣黑褲出場 唱新歌為演出拉開序幕 林二汶表示已經在計劃下一次表演 佳欣這次獻了很多非債 我已經不夠膽… 我已經不夠膽叫楊彥麗 我的經理,她已經分飛燕了 她已經分得很辛苦 所以我不夠膽再叫朋友來 二汶在歌唱上 唱出《A17》的歌送給盧凱彤 她透露彩排時已經崩潰過 所以在台上才可以忍著不哭 她又表示Alan永遠都在她心裡 其實從來都是… 就算我們去獨舞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唱給大家聽 以後更加,以後每一個表演 她都會在這裡 其實我們經常都是跟大家一起 所以每一個東西都是送給她 謝天華早前宣布 太太懷有第二胎 而原來這個嬰兒已經出生 近日她也有在網上 跟大家分享嬰兒女的正面相片 非常可愛 還提到已經替她改名叫Mia 同時她有份主演的電影 無論香港及內地的票房 都不停傳來好消息 絕對是雙起臨門 好,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再見